女孩搬到大别野后 就不停地看到厉鬼 甚至连吃饭时也不得安宁 而且妈妈瓦丽 也在房子里看到陌生女孩 奇怪的是 母女两个看到的诡异身影不一样 而接下来怪事频发 女儿甚至在外面的小树林 看到惊悚的一幕 直到这天晚上 女孩的床凭空漂浮起来 接着一个浑身烧焦的厉鬼出现 女孩吓得躲到了柜子里 结果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她似乎被某种力量拉到了柜子里 在这之后 母亲就开启了寻女之旅 今天带大家看一部太恐惧集 全片高能反转不断 看到最后直接恍然大悟 话不多说 故事开始 瓦丽正带着女儿小敏离家出走 因为丈夫经常家暴她 所以只能逃到娘家的老宅生活 瓦丽把她带到自己小时候的卧室 这时叔叔老提过来送货 简单和瓦丽聊了几句 老提告诉她快要下雨了 老宅一下雨可能就会停电 突然老提看到家里的窗帘被拉开了 眼神看上去有一丝丝害怕 但没再说什么 离开了这里 瓦丽回去告诉女儿不要玩窗帘 却没想到小敏坚持自己没有动窗帘 而被冤枉的女儿立马意识到这里不对劲 到了晚上甚至看到了不干净的东西 而瓦丽却以为她只是怕黑 虽然家里有个上锁的房间 但瓦丽也没有兴趣去研究这个 到了晚饭时 她问到女儿喜不喜欢这里 结果女儿非常害怕 一直死死地盯着瓦丽身后 还用手指着后面说 那里有个人 可瓦丽回头却什么都看不到 突然一个鬼魂闪现 吓得小敏惊声尖叫 瓦丽顿时有些懵圈 她并不知道小敏为什么乱叫 但为了安抚女儿的情绪 她只能拿出手电筒 准备去仓库一趟 因为那里有一个老式的柴油发电机 然而小敏坚持要跟着妈妈一起去 在仓库里 瓦丽被老鼠吓了一跳 好在接下来比较顺利 瓦丽启动开关电力也随之恢复 结果下一秒 发电机熄火 没办法 瓦丽只能带着女儿将就一晚上 为了让小敏放松下来 次日 瓦丽和女儿在宅子里 玩起了捉迷藏 瓦丽躲到了床底下 等待女儿来找 很快她就看到一双小脚来到卧室 但走了一圈又离开了这里 瓦丽不想让女儿找错地方 所以赶紧爬起来追了出去 没想到女儿脸上 戴着一个奇怪的面具 还一溜烟地跑到了书房里 瓦丽赶紧追了上去 妈妈 等她再转过头 女孩已经不见了 瓦丽顿时有些蒙圈 但为了不吓到女儿 便没有说出此事 小敏在书房里 找到了外婆生前的照片 只不过外婆已经过世了 瓦丽也有点想妈妈 到了晚上 外面又下起了大雨 屋内再次陷入黑暗 半夜时 女儿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 并且呼吸非常急促 似乎是被吓到了 瓦丽也被惊醒 以为女儿做噩梦了 但小敏却说 床尾坐着一个人 可瓦丽忘去 还是什么也没有 于是便安抚女儿 只是做了噩梦 次日 瓦丽醒来 看到身边站着 昨天那个面具女孩 对方指了一下窗外 瓦丽忘去 发现女儿打开了窗 等再回头 面具女孩又不见了 她没有多想 打算今天带着女儿 去海边玩玩 接着瓦丽打电话问老提 有没有一个小女孩 住在宅子里 对方告诉她并没有 瓦丽也开始思考起 宅子是不是不对劲 结果一抬头 发现女儿不见了 还以为被海水卷走了 好在小敏 只是又玩起了捉迷藏 回到家后 女儿哭着说 不想待在这里了 瓦丽便问她 难道想和爸爸 住在一起吗 还没等继续安抚小敏 门外突然有个身影闪过 瓦丽追出去 发现是早上那个面具女孩 赶紧追上去问她是谁 怎么进来的 还没等到对方回答 女儿突然急匆匆地下了楼 她站在树林外面 一动不动地盯着前方 似乎是看到了什么东西 接着告诉妈妈 她看到了一个人 瓦丽也开始有些担心 叮嘱小敏不要进入森林 并且看到任何陌生人 不要和对方说话 而是要第一时间告诉自己 晚上吃饭时 瓦丽提议和女儿一起住在这儿 但小敏并不想住在这儿 对此非常抵触 突然灯光再次闪烁起来 小敏在妈妈身后 看到了一个鬼魂 瓦丽赶紧抱着女儿回到床上 问她到底在害怕什么 小敏拿出一个涂黑的纸片娃娃 表示自己能看到这个鬼魂 到了晚上 瓦丽等女儿睡着后 来到餐厅 回想起最近这几天的怪事 其实她也隐约感觉得到 这里不干净 但除了老宅 她也没地方可去 因为丈夫家暴 他们才离家出走 而且出门前 瓦丽还给了丈夫一枪 突然 瓦丽惊醒 女儿在楼上发出一阵尖叫 瓦丽来不及多想迅速上楼 卧室门被锁住 小敏爬下床 想给妈妈开门 结果迎面遇到一个高大的鬼 于是她害怕地躲进柜子中 结果下一秒直接消失不见 这时房门也能打开了 但瓦丽进来后 怎么都找不到女儿 就这样找了一晚上也没有找到 没办法 瓦丽只能报警 四日挺着大肚子的女警察 来到了这里 看见瓦丽的第一眼 就发现了她脸上的伤 她认得出来 这一定是被人打的 但瓦丽表示 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回孩子 于是便带着她进入了房间 女警阿法对着家里的一些物品拍摄 接着坐下 开始询问起失踪细节 问得非常详细 甚至让瓦丽有些不耐烦 而且还问到小敏是什么时候不见的 瓦丽便说 凌晨三点 因为当时家里的钟表正好响了 接着 阿法还问起小敏的父亲在哪 瓦丽不想过多提起 只是说他们和丈夫分开住了 已经很久没有联系 阿法便想要一下小敏的照片 结果瓦丽的新手机上 并没有小敏的照片 而且 她也不使用社交媒体 所以 一张照片也找不到 随后 阿法又发现钟表的时间停了 定格在了三点一刻 很快两人来到女儿卧室 这里非常凌乱 床完全塌了 瓦丽便告诉阿法 昨晚发生的事情 但对方显然是有点不太相信 这时两位男警察也来到这里 对失踪现场拍来拍去 接着问起小敏 有没有见到什么陌生人 瓦丽便说 女儿在森林中似乎看到过 于是 几人来到大树后面查找 然而这里只有大人的脚印 这时 阿法发现 瓦丽的裙摆处有血迹 便问她是怎么弄的 瓦丽解释说 是昨晚来这儿找女儿时摔的 阿法又问道 从哪来都去过哪儿 她便告诉对方 自己曾在加油站停留过 截至到目前 瓦丽都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立案 而且阿法大概猜得到 她在躲避某人 这时 老提来到这里 但当时瓦丽搬到老宅时 老提也没看到小敏的身影 所以还是无法立案 阿法便写下一个电话 让她收集到证据后 重新报案 之后 瓦丽崩溃地回到家里 坐在楼梯上 老提过来问她 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瓦丽问她 如果没有看到女儿 那入住当天 她看向卧室窗户 为什么那么惊讶 老提见状没有说什么 直接转身离开了老宅 显然她是知道一些什么的 另一边 阿法回到警局后 始终觉得哪里不对劲 瓦丽身上有伤 很可能是家庭暴力 而且她着急的样子 也不像报假警 所以便打算出去 再寻找一些证据 这时南警阿泰来到这里 表示要和她一起去 很快两人找遍附近的加油站 终于找了一圈 发现了瓦丽的车 然而当时 瓦丽让女儿躲在后排 所以加油站员工 也没有看到小米 接着两人来到便利店 查看了各个角度的监控录像 发现瓦丽似乎非常害怕 被摄像头拍到 而且在查看店门口监控时 看到了诡异的一幕 视频中的瓦丽看上去 就是在自言自语 现在两人也不得不相信 有可能瓦丽只是幻想 自己有个女儿 回去后 阿法还是不打算放弃这个案子 而且很快就查到了 一个关键线索 她确实有个五岁的女儿 阿法联想到瓦丽脸上的伤 猜测她有可能是 躲避家庭暴力 带着女儿来到老宅 而且把小敏 藏到了看不见的角落 不得不说 阿法的推理能力真的厉害 接着 她看起早上阿泰拍摄的照片 注意到了奇怪的老提 于是和阿泰一起来到林中小屋 并从老提口里打听出一些重要信息 原来 她是瓦丽母亲的司机 三十年前 老宅闯入了一个女疯子 老提为了抓住她 被对方弄瞎了一只眼睛 可后来那个女人从楼上坠落 摔死在了老宅内 所以一家人才搬去了城里 这些年来一直是她在打理宅子 直到前几天瓦丽回来 另一边 瓦丽在家只能通过酒精麻痹自己 但还是不死心地在家中寻找 却在仓库中发现一张女孩的照片 她从没见过这个人 这时瓦丽接到一个电话 便匆匆去了警局 没想到老提也在这里 但对方一句话不说 这是阿法走来 让她去里面的房间 瓦丽还以为 他们找到了女儿的线索 但阿法先是跟她确认了监控里的细节 没成想瓦丽看到便利店门口的监控时 情绪竟然有些失控 似乎在害怕什么事情 这时女警拿出一张照片 瓦丽表示 这就是她的女儿 还问这是从哪里找的照片 但这可给阿法整懵了 因为这张照片是从老提那儿找到的 而且是瓦丽小时候的照片 截止到目前 阿法又懵圈了 看来她确实有精神问题 突然瓦丽情绪失控 控诉警察 把自己当成精神病 歇斯底里地表示 女儿真的失踪了 这时阿法突然问她 有没有伤害过女儿 没想到瓦丽听到这话 想起了一段记忆 在她离开家之前 曾经开过一枪 但其实并没有打中丈夫 而是打在了她身后的柜子上 好在只是虚惊异常 当时那枚子弹擦着女儿的头飞过 瓦丽情绪有些崩溃 默默地拿出手机 打给了丈夫 质问她是不是把女儿带走了 甚至有点希望这是事实 然而对方对此毫不知情 阿法见状接过手机 询问对方一些关于女儿的细节 没想到 男人说小敏真的跟瓦丽离开了 为此 阿法不得不重新重视这个案子 接着 她要来小敏的照片 但令她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小敏竟然和瓦丽 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 意识到女孩真的失踪了 阿法立刻动员村民去树林中搜寻 然而找了一大圈还是没有找到 接着 一行人找到了一条小溪 镜头连着运河 阿太便带人去运河查看 随后 瓦丽和阿法单独走到一旁 阿法夸赞她是一个好妈妈 远离家庭暴力是对的 不是每一个母亲都有这份魄力 似乎阿法也有一些难言之隐 没一会儿天空开始下起大雨 瓦丽便带着她回到了老宅暂住 接着 阿法在宅子里到处溜达想寻找线索 很快 她注意到一处上锁的地下室 便想叫来瓦丽打开门锁 这时 阿太突然打来电话 灯光便正好打在了瓦丽的脸上 两人因此都没有发现她身后的鬼魂 阿太说发现了一具尸体 但好在只是一头牛 接着 瓦丽找来钥匙 想打开房门 却发现没有一个钥匙匹配 所以阿法便去车上拿了一根撬棍 打开门后 两人朝着地下室走去 却没注意到 鬼魂就在身后看着他们 这里铺设了一些电缆 很快在尽头 发现了一个大型仪器 还有一些图纸 看来仓库里的发电机 其实是为这里供电的 随着电闸被放下 地下室的全貌也映入眼帘 地上有一些像是血迹的污渍 而且在尽头 有一个被蒙起来的设备 扯下蒙布 发现一个巨大的仓室 而且前面的玻璃还破了 四日 老宅来了很多警察 对地下室的设备展开研究 警员在仪器上方 发现一个圆形烧焦痕迹 来到楼上掀开地毯后 果然发现了同样的圆形痕迹 但令人想不到的是 抬头望去 发现天花板也有 来到女儿的卧室发现 那个圆形痕迹就在衣柜下方 但他们也不知道 这个痕迹和小敏失踪有什么关系 于是阿法吩咐阿泰 去找一下小敏用的牙刷 尝试做一下基因鉴定 突然老宅前来了辆车 看着里面的调查 而瓦利也在看着这辆车 一直到了晚上 阿泰带着手下过来找瓦利 告诉他已经搜遍了森林的每一个位置 都没有发现小敏的身影 所以搜救只能先告一段落 到了夜深时 瓦利又独自一人在床上哭泣 突然他听到外面有声响 意识到家里有人 他赶紧打给阿法 但又觉得或许是女儿回来了 于是拿着枪下楼搜寻 很快他跟着声音来到地下室 刚进门 又听到外面响起念数字的声音 瓦利猛地转身 脚下一滑 直接摔了下去 而且头似乎受伤了 但现在他管不了这么多 赶紧来到走廊里 发现戴面具的小女孩正在倒数 接着看到她后 迅速跑到楼上 瓦利赶紧追过去 来到女儿卧室 发现家具又浮起来了 而且衣柜里正散发着蓝色的光芒 瓦利打开柜门 突然面具女孩冲出来 将她拉了进去 接着经过一阵眩晕 瓦利来到了一个尚未被损坏的舱室内 外面正站着一个女人 而这一切要从1991年说起 瓦利当时才十几岁 她的妈妈大美是一位科学家 本想在周末带着瓦利去海边玩 但发电厂突然发来消息 告诉她发电机组出现问题 没办法 大美只能拿着图纸快速赶往发电厂 到了现场发现 他们似乎在研究某种高科技 但电压一直没办法保持稳定 大美便要关闭整套系统重新测试 随着她拉下控制杆 机组以极快的速度运行 机器顶部的线圈突然出现扰动 大美赶紧走过去查看 只见一团风暴突然出现在上空 接着一只断了根的鞋突然掉了出来 晚上回去后 大美一直在想白天的事情 以至于都没有时间给女儿讲故事 不过瓦利还有一个温柔的爸爸 于是便听着爸爸讲的故事睡着了 到了深夜 父母突然吵了起来 父亲责怪大美只忙着工作 不管女儿 而大美则是责怪丈夫养不起家 最终瓦利也是被吵了起来 次日 大美还是跟着家人去海边玩 但对于瓦利的热情 她有些爱搭不理 丈夫便说 她最起码表现得开心点 结果还是惹怒了大美 让丈夫靠边停车 直接走了下去 瓦利摇下车窗叫她不要走 大美一下子蒙圈了 丈夫和女儿都没能活下来 之后 她陷入很长一段时间的精神折磨 最终她承受不住崩溃了 来到工作的大坝附近 这时 她的高跟鞋断了一个根 接着大美想站上去吹吹风 突然下方出现一个球形风暴 大美瞬间想起那天晚上 掉在自己身边的鞋 难道那个机器能够穿越时空吗 于是大美回到宅子 购买了一台超大型发电机 并在地下室 复现了那个时间机器 经过无数次的尝试 终于在一天夜里 成功召唤出电壶 于是大美走进仓室 念着女儿出事那天的时间 希望能回到过去 但设备突然断电 崩溃的大美出来后一顿打杂 没想到意外激活仪器 并创造出了球形风暴 接着 风暴变成一个通道的形状 等她再次恢复球形 竟带回来一个人 正是失踪的小敏 小敏和外婆互相没有见过 所以谁也不认识谁 大美将她带到女儿的卧室休息 小敏醒后就嚷嚷着要找妈妈 大美只能跟在她的身后 等到她哭了 便带她回去洗澡 并换了一身新衣服 很快 两人就像亲生母女一般相处 还来到城里给小敏买衣服 店员见状 问大美女儿多大了 她本想解释 自己不是她的妈妈 但小敏突然亮枪抓住大美的手 这直接唤起了她的母爱 便告诉店员小敏五岁了 接着来到超市 买了纸片人玩具和那个面具 吃饭时小敏还是害怕地 再看大美后面 因为这个位置曾经出现过鬼魂 但现在好像没有这个问题了 突然小敏说要给妈妈打电话 于是大美带着她使用座机打电话 未来的号码肯定是打不通的 接着小敏就要哭了 但大美说她也想女儿了 夜深时小敏想让大美陪着自己睡觉 距离女儿去世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 突然接触亲情让大美有些不适应 之后他们在这里有了一段幸福的生活 直到老提问起 女孩的父母为什么还不来接她 大美以女孩家太穷为由 将小敏据为己有 并让老提以后不要提起这件事 接着回到家后 大美将所有关于女儿的东西 全部收了起来 并且和小敏玩起了捉迷藏 但一旁的故事书再次吸引了目光 小敏说自己也有一本 还让大美讲给自己听 很快小敏就睡着了 但故事书也让大美想起了女儿的种种 于是来到地下室 再次开启了时间机器 很快球形风暴在容器内产生 而这次大美也看到了完整的过程 随着风暴向上射出通道 所有关于女儿和小敏的片段 开始在屋内闪现 而未来的瓦莉也跟着来到了柜子前 与此同时 未来的阿法也来到了老宅 结果无论怎么敲门都无人回应 害怕瓦莉遇害 她赶紧钻进了宅子 同时给对方打去电话 然而铃声却在楼上卧室响起 这回阿法彻底梦圈了 很快 其他警员也来到了这里 结果找了一夜 也没有发现瓦莉的身影 而且阿太在卧室找到了一个箱子 里面有大量现金和离婚协议书 阿法便让手下将其送到警局保管 接着和阿太来到一旁交谈 昨晚她和瓦莉打电话时 有听到一些声音 类似于小孩数数 阿太说 会不会是小敏回来了 然而现在母女俩都不在 而且车也没有开走 钱和物品也都没有拿走 瓦莉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过了一会儿 阿法来到书房 在这看到了一些现画 还找到了两张遗照和大美的照片 接着问起老提 得知两人是瓦莉的亲生父亲 而那个女孩是瓦莉母亲的亲生女儿 另一边 大美见到未来的女儿 显得有些害怕 而且瓦莉的身上还带着一把枪 于是她让女儿将枪放下 并转过身 大美则是迅速地把枪拿了出来 瓦莉赶紧呼唤着妈妈 并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但这也刺激到了大美的记忆 害怕地离开了地下室 接下来 她一直将瓦莉囚禁在笼子中 并且每天送来一些食物 瓦莉请求她将自己放出去 并说是来这里找女儿小敏的 没想到大美听到这 瞬间变得惊慌 让瓦莉闭嘴 并且拿走了放在桌上的枪 接着喊来 老提让她帮个忙 阿法这边回到警局后 整理了所有相关的线索 她总觉得这个宅子不太对劲 随后来到档案室 查找当年老宅的案件 在档案里发现了一把凶器 也就是瓦莉带到过去的 那把左轮手枪 接着将手枪带给检测组的同事 对方说 这是21世纪初才开始生产的枪 然而证物档案来自1992年 显然这不太对劲 瓦莉这边 老提按照大美的命令 看守地下室 而且此时瓦莉并不认识老提叔叔 见对方不愿放了自己 瓦莉直接装晕倒 趁着老提开门的间隙 逃了出来 接着大喊着小敏的名字 然而地下室的门也被锁了 最终只是看了一眼 走廊里玩耍的小敏 这时老提醒了过来 将她的嘴捂住 大美让小敏跟着女仆去玩 接着打开门 让老提将瓦莉带走 于是老提开车 准备将她送到很远的地方 行事途中 瓦莉找准时机 一脚踹到挡位上 老提反应不及 猛打方向 没一会儿 瓦莉先醒了过来 突然她听到广播里的爆石 这才知道 自己来到了1992年 但是来不及震惊 瓦莉赶紧拿上手枪 跑回老宅 死时的大美也非常慌张 看着眼前的小敏 总觉得不太真实 接着跟着她来到了屋外 小敏说 在大树后面 好像有人 正是快跑到家的瓦莉 但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被追来的老提打晕 接着被对方扛回了地下室中 阿法这边 检测组同事打来电话 表示 手枪的调查结果出来了 登记于2006年 所有者是瓦莉的丈夫塔菜 阿法似乎确认了心中的某种想法 直接开车来到一个老头家里 而这 正是她的父亲 阿法将老宅的档案拿出来 问她照片上的死者是谁 父亲对于当年的案件还历历在目 表示那只是个疯女人 妄图杀害房主 但被对方反杀了 但她也不知道疯女人叫什么 甚至什么也查不到 不过女人的手里倒是拿着一把枪 接着老头告诉阿法 死者的身上还有一张既有数字的纸条 问完后 阿法就准备离开这里 结果父亲想让她参加母亲的忌日 但阿法不想和父亲在一起 因为她年轻时也是个家暴男 回到警局 她又开始增加线索 突然她想起一件事 昨晚瓦利曾说过自己有一把枪 与此同时 年轻的老提拿着手枪正在看守瓦利 而且她也非常慌张 瓦利醒来质问她 为什么要把自己关起来 她以为老提是想杀死自己 结果对方只是想将她送到警察局 毕竟她闯入老宅 并且还带了一把枪 瓦利健壮冷静下来 问对方现在是不是1992年 又说自己叫瓦利 来自蔚来 是大美的女儿 然而对方却说 瓦利已经在去年和父亲一起去世了 还给她拿来照片 另一边 阿法也正在看父女俩的照片 接着拿出大美的照片 放在了黑板上 并且贴上标签 试图将两起案件联系起来 这时她看到死者照片上的惨状 想起了在老宅捡到的纸片娃娃 没想到纸片和尸体的惨状一模一样 突然她记起父亲说 还有一张纸条 阿法迅速找出档案 瓦利这边 她还是不停地要求 老提将自己放出去 还告诉她 大美身边的孩子是她的女儿 但很快阿提就被烦得有些受不了 于是将地下室的门钉上 并且找了个凳子坐在门口 大美健壮又是一顿训斥 并强调小敏是自己的孩子 而牢笼里的瓦利 渐渐有些没了力气 但这时 她突然发现里面有一颗石头 于是拿起来猛砸玻璃 门口的阿提听到声音赶紧冲进来 瓦利健壮捡起一块玻璃 直接插进对方的左眼 这时 她才意识到 对方是阿提叔叔 但现在 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直接拿起手枪 冲到楼上卧室 在这看到了女儿的身影 突然 小敏被惊醒 同时大美冲了进来 一把将她拽了出去 瓦利赶紧解释小敏 其实是她的外孙女 她不知道怎么来到这里的 但他们来自未来 然而大美显然已经丧失理智 所以瓦利果断掏出手枪 不过大美身中一枪 还是有战斗力 直接掐住瓦利的脖子 并且嘴上不停地念叨着 小敏是她的孩子 接着一把将她推了下去 而且吊灯也被波及 短路起火 摇摇晃晃地砸在了瓦利身上 时钟最终停在了三点一刻 而此时 阿法也明白了一切 坐在原地无力地痛哭 这时她也翻到了那张数字 正是她交给瓦利的电话号码 没一会儿 塔蔡和其他警员来到了这里 愤怒的阿法 直接上去就是一拳 接着 不顾所有人的目光离开了这里 过了一段时间 阿法生下了一个儿子 而且没有登记父亲的名字 并将局长给拉黑了 阿泰已经升职为警督 他找到阿法告知 基因检测的结果 但比较奇怪 因为结果显示 瓦利和小敏是同一个人 不过阿法似乎并不意外 最终案件也是成功告破 只不过只有阿法一个人知道真相 而在过去 大美第二天就带着小敏搬到了城里 而小敏遭受重大创伤记忆出现问题 所以觉得 大美就是她的亲生母亲 临走之前 她还把地下室给砸了 并且锁了起来 而瓦利的灵魂被困在了房子里 也就是当时小敏看到的鬼魂 大美还给了她一个新的名字 瓦利 很快 瓦利就长大了 而大美也发现了一件事实 当年的那个疯女人 真的是她女儿 在之后的一次采访中 瓦利结识了塔菜 并且很快步入婚姻的殿堂 而大美也进入了生命的尾声 瓦利过来看望她 结果对方突然掐住她的脖子 质问她是谁 清醒后 她终于明白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 没多久瓦利就怀孕了 但丈夫的家暴倾向也逐渐显现 随着小敏越长越大 瓦利再也无法忍受 带着孩子踏上了去老宅的路 自此开始了循环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一开始以为是恐怖片 后来觉得是悬疑片 到最后发现竟然是科幻片 剧本方面虽然不算新颖 但是还不错 时间循环和自己生自己的设定 很像同类电影前目的地 但导演有个坑梅田 塔菜曾说 小敏不是自己的孩子 结尾部分并没有交代这件事 那有可能瓦利就是凭空怀孕的 然后本来就要暴力倾向的丈夫才家暴 为此瓦利也是无法摆脱循环 反家暴的主题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但剧集进行到三分之二时 就大概能猜到结局 少了很多恍然大悟的感觉 这方面还需要提升一下 总的来说还是值得一看的 好了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解说 请订阅我的频道 您的支持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我最大的意义arti